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中祥为您制作的标股 林中祥 我是万通国际投股 投资总监 今天台北股市礼拜一的全新的开始 上个礼拜五是不是跌了快200点 很多股票都在做一个顺势小拉会 我知道你很担心 但是上个礼拜五的GIS也是涨的 我们上个礼拜五买在108块 当然又买在110块的 今天看一下我们的GIS 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今天涨停板 各位看得很清楚啊 喷出去啦 今天有一点亮说 上个礼拜五在这里有一个上影线 但是上个礼拜五 你在这里108块买的 我有跟你讲过 你一定会赚钱啊 对不对 各位看得很清楚啊 那在这里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4935 茂林盘中也差一点涨停板 对不对 各位 我一直跟你讲啊茂林啊 我一直告诉你茂林啊 这里是一个W底啊 冲过去拉回来买 赚一趟 拉回来再买 再赚一趟 当然如果茂林明天有低的话 还是可以买啊 还是可以买 有低的话啦 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 茂林喷出去了 这个所谓的柯家也涨停板 柯家也涨停板 柯家也喷出去了 这个都做剪刀角的嘛 那大家都在想啊 2387这个 晶圆会不会涨停板啊 各位看一下啊 你好好看好不好 他在这里趋势已经形成 即将要喷出了 各位你好好留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中翔老师告诉你的都是实在话 我们在这里不打狂语啊 能够好的股票先告诉你都无所谓啊 好今天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今天4943的康贡 总是还蛮稳的啊 开个小高回来回撤 来我们看一下 他在这里整理心态也快结束了 他今天回撤这个季线也没有跌破嘛 量缩了 那就等到什么时候出量就攻击了 这一根出量就是涨停板 这一根出量就是涨停板 对不对 你看在这里来说已经整理到末端了嘛 所以各位啊股票市场有你想的这么难做吗 没有啊 今天甚至于说 今天甚至于说2327的国具 哇这个开低啊尾盘竟然拉上来了 2492的华星科啊 开低竟然拉上来 这个我们还没有买 我们坦白来讲我们还没有买 因为我在这里 我一直告诉我的投资朋友 我们持股只有三档 老四哪三档 各位我也不要讲太多了 现在来说我们现在特别会员 清代会员持股大概只有三档 我们今天出一档就要进一档 所以明天开始会买股票 你现在看到我的节目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因为有的股票我要开始买了 有的股票我要开始买了 像4935 有的股票我要开始买了 像所谓的6456 有的股票我要再做加码 拉回来还是要买 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 老师那个4935 创新高了 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茂林会不会有接班人 这个苹果概念 这个剪刀脚 大家都知道啊 在苹果在第二季开始 对于这个notebook开始要出货 老师茂林比较贵的话 我们有没有比较便宜的选择 那5215的柯家掌停板 锁了你也买不到 那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注意 2387的这个金源 看一下 他在这里整理形态刚刚结束 那你不知道的话 各位我教你 好不好 你不知道的话我教你 不知道的话我教你 怎么教你呢 各位 W1788 标股临终响 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订阅 就是分享 就是按赞 然后我会告诉你 在这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 掌握标股的攻击模式 各位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波动里面 为什么中翔老师在这里所跟你讲的股票 隔天就是大涨隔天就是涨停 我们上个礼拜五在这里买进的这个 夜城就是GIS 今天是不是公道涨停版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各位在这里 好我们现在只设定三档 对不对 康控涨停了嘛 还会涨嘛 茂林涨停涨停还会继续涨嘛 那重点是 未来三天我们这里要开始布局茂林接班人 那你不知道的 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而且在这里搜寻W1788 自己不要拆 自己不要拆 那很多投资朋友都想 老师我是不是有一次股票 如果在这里三十几块买 会不会涨到四十块五十块六十块七十块 老师这个生计股涨的 我已经不敢追了 那电子股是不是我可以多买一点 各位你认为呢 你如果对中翔老师在这里有信心的话 那你就扫描W1788 然后我在这里会告诉你 那你资金有100万的 你就买下去就对了 你有500万的你买下去就不要怕 各位我有害你嘛 我们看一下大盘 大盘上个礼拜五是不是跌了快200点 今天有下影线 那投资朋友会认为说 今天没有爆量 今天没有爆量啊 没有爆量代表一点 就是没有人在跑货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没有人在走啦 老师 有没有人在跑货啊 老师是不是你们会员都在倒股票啊 我们给你看一下嘛 我们给你看一下 各位4935 今天量比上个礼拜有大一点 你认为我的会员有在卖股票吗 有在倒吗 没有啊 是不是一路上去 对不对 老师4943康控 老师你的会员是不是在倒光了 没有啊 动没动啊 我们还要再加码 还要再买啊 对不对 老师6456的GIS 老师你这个 这支股票一直在涨 老师拉回来能不能买 可以啊 我跟你讲可以啊 那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在想 你一定在想什么 很多股票 其实今天都是拉上来的 连这个很弱势的被动元件 其实啊被动元件 我们这样讲啊 我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跟一些法人啊 在这里做一些沟通啊 他们跟我讲说 这个国具啊 电一个CB400 大概500块左右 所以500块这里是不是有点压力 我跟他讲没有那么容易过500块 没错 但是你知道吗 他的认购价是多少 他在挂牌啊 他并基美啊 是310块 所以在350块以下 你真的不要卖 我不会说涨上来 我很看好啊 各位在这里你看一下 我不会说啊 这个涨上来我就很看好啊 跌下去就看坏啊 我一直告诉你啊 这个放空的人都在280到300之间啊 融资是280到300是在最低点啊 结果涨到了400块啊 融资暴增啊 啊融券全部空单回补啊 你看这个季线是不是有手 那当然啦有一些老师啊 我在这里啊 也不方便批评人家啦 我们知道市场上有一个啊 叫郭宪正我的好朋友 他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说国具我要空空空 空死他 国具空不死的啦 你放心啊 国具空不死的啦 国具也不太可能 再回到300块以下啦 当然如果回到300块以下 你就闭着眼睛买 那我们看一下啊 就算再弱再弱的 这个3406的郁金光 各位你看到没有 今天最低也不过到465就拉上来了 有没有看到 他也跌不太下去啦 他是在这个区间啦 区间你可以怎样 低买嘛 高卖嘛 他的季线也快走平了嘛 来我们给你看一下啊 各位 给你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因为大盘要懂的话 你股票才知道怎么做 好大盘在这里 季线这一条叫季线 很多东西没有都不太懂 认为说回来会打第二只脚 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季线未来这几天 就要开始扣底低值了 季线要扣低 代表一点 代表哪一点呢 当季线要扣低的时候 这个季线就会翻扬往上 好年限在一万一千点 不容易马上越过 好这个我们同意 那政府基金在这里 国安基金在护盘 你要说他绕跑 他也不会全部绕跑 所以在这里来说 他会进行一个区间 他区间压缩的越久 量能越在这里越获得控制 很多标股就会出现 那投资朋友都在问 标股是哪些 像艾普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每次到200块 很准的 200块就止住了 你看黑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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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棒对不对 200块就上来了 他量萎缩到差不多了 会不会再进行一波的攻击 4935的茂林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这里是多少钱 这里是150块 今天最高来到148块 离150块也不过差几块钱 当初我在这里是不是告诉你说可以买 我也告诉你可以买 我有没有带会员去买 当然有 对不对 所有会员都做见证 那有一些会员自己买 120几130就卖掉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下一次抠买进 他一定敢买 对不对 那眼看的150就要过了 你还在怕 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 当然如果你买在120几的话 你根本不用怕嘛 你现在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老师我赚很多我要卖一趟 那你要自己卖也无所谓嘛 那你要卖掉以后 你就要再想啊 老师我卖掉以后 我要找接班人啊 那卖掉以后 卖掉以后是不是 我可以买一下这个 卖掉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买哪一支 卖掉以后 来看一下 卖掉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买客家 创新高 你看啊 冲上来 整理整理创新高啊 冲上来整理整理创新高啊 那我卖掉以后 是不是可以买客家 客家可以啊 涨停板你买不到啊 那如果客家买不到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开始注意到 2378的 我可以 是不是可以注意到金元 金元才三十几块 是不是 你看一下 金元才三十几块 那明天金元 开个小高盘 冲过这个 上面这个年线的反压 是不是就连拉三支涨停 看一下 看一下 当 客家 当他过了年线的时候 是不是整理整理就创新高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金元 会不会过了年线以后 整理整理再创新高 那我在这里我也告诉你啊 三年一六的加金 是不是涨停板 我都会写在里面哦 创新高 那很多都是朋友在这里来说 我有带你们买过的 在这里来说 各位 3707的汉磊是不是涨停板 有没有创新高 是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王小姐我没有害你吧 王小姐我没有害你吧 当然整理的时间比较久了 但是一样是创新高 一样是赚钱 你买60张也无所谓了 你买600张都无所谓 本来这种股票就是会涨 本来这种股票就是会涨 那很多投资朋友都在问 那汉磊跟加金我们都知道嘛 做什么 做淡化价的嘛 最近最夯的题材不是在这里吗 为什么要纳入MIC啊 因为做淡化价嘛 那如果这些股票 你在这里都不敢买 那4935做这个苹果的剪刀角的 茂零已经在这个地方创新高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注意柯家 是不是涨停板 那柯家涨停板已经喷出去了 我买不太到了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买2387的金元 他也是做剪刀角的啊 所以各位 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你啊 你如果说在这个地方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康控茂林你在这里你有的你就续报了 那你打算要买一个茂林的接班人 那我教你嘛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做的按想的和你不一样 喷出去的股票你都没有你都不敢买 为什么因为有的老师告诉你低基期嘛 我们看一下有的很多人解盘告诉你低基期啊 低基期是不错啦 但是有时候低基期的股票真的是就在那区间啦 他就不容易大涨啊 那为什么中小老师介绍的股票都可以大涨再创新高 大涨再创新高 因为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做的按想的跟你不一样嘛 对不对 我们要计算主力筹码 我问你 如果茂林涨外资再买 茂林再涨外资再买 那我问你他会不会继续涨 他当然会继续涨 那他会涨到哪里 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你就要算主力筹码嘛 对不对 老师你的股票怎么都那么强啊 那个爱普你说200块注意一下 真的又上来了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我在这里告诉你 你在这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怎样 盘中即时标股讯息加入Telegram嘛 这个官方网站嘛 搜寻账号W1788嘛 标股临终想会告诉你嘛 我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老师 做多的也很多 做多的有买一些 他说细金元 环球金是好股票买来摆 郁金光是好股票买来摆 这个华兴科国具都是好股票买来摆 但是买的点都不对啊 买很高啊 华兴科买210几 对不对 明明发CB是240 你210几你没什么大钱赚 国具买在420几 420几就没有大钱赚 因为他的CB在这里来说是480几 那你一定想说嘛 中小老师的股票太飙了 怎么个飙法对不对 各位来看一下怎么个飙法 中小老师的股票太飙了 4935 快撞新高了 6531 回到200块又上来了 6456 又是涨停板 各位 还有我跟你讲的大学光 创新高 创新高不要去追哦 我跟你讲 这创新高会整理一下 没那么快啊 但是整理过的6531 是不是开始整理完成 又要开始动了 是不是 你就这几档股票 你做来做去 你就已经赚翻了 你就已经变成有钱人了 你说你有100万的资金 你100万的资金 你去买100万的 这个所谓的 康控 买100万的所谓的茂林 然后回过头来 再买100万的这个艾普 再买100万的这个艾普接班人 那你会赚不到钱吗 茂林接班人 你会赚不到钱吗 不会啦 你一定赚得到钱啦 你一定赚得到钱啦 所以在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就是怎样 就是怎样 就是在这里来说 我是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的 我会写在我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Telegram里面 那我这个Telegram给你参考 我要你是怎样 W1788标股临终想 然后你就扫描这个 扫描这个 然后你加入以后 我会在这里告诉你 我最近有跟一个先生联络 他是别的老师 他有参加那个陈家伟的 他说他们老师都没有动作 那上个礼拜五他还问我 老师你的法人标股是什么 我的法人标股是什么 我的法人标股是什么 各位来看一下 我的法人标股是什么 6456GIS 我还跟他讲 我说我买在108块 收盘107.5 我还老实的告诉他 今天拉到涨停板 他说很可惜他没有买 各位你加入Telegram 我都会告诉你啊 我都会告诉你 我直接写在里面啊 对不对 那艾普接班人是谁 那茂林接班人是谁 看一下啊 茂林接班人是谁 这个很便宜你都买得起嘛 这个才多少钱 32块嘛 对不对 会不会变40 会不会变50 会不会变60 你就好好看下去嘛 所以各位在这里做股票啊 我专门找标股的 我专门锁定主力筹码的 我专门锁定主力筹码的 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的 掌握标股的攻击模式 好不好各位 亮说好买点 立基南电 我们在这里都已经没做了 有钱之所以有钱 做单想的跟你不一样 康控茂林 各位持股续报 有低你自己找买点 那明天要买 茂林接班人 茂林接班人是谁 你不用猜 你只要打入W1788 W1788 W1788 各位我就明白的告诉你 好不好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订阅分享按赞 你的一百万 我想办法让你变成 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祝各位投资票操作顺利愉快 祝你做股票 明天涨停板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且转发规众地